花生米不要总做油炸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饭店中超级火的猝泡花生的做法 它可是比水煮的好吃,比油炸的还要香 超级懒人的做法 那可是只要往盘里面一蒸就可以开吃了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首先,大碗中加入500克的红皮花生 这种花生吃起来更香 一定要选择颗粒饱满的 花生在晾晒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尘土 我们需要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往里面加入1000毫升50度左右的温水 给它浸泡上两三个小时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上几根小米辣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不放 再准备上五根绿色的杭胶 去地之后,给它切成辣椒圈 半头大蒜给它切片 两根香菜切成1.5厘米的小段 切好之后一起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三颗清洗干净的八角 两片香叶 一小把花椒 锅里不需要加油,我们开最小火不停地翻炒 千万不要开大火,那样容易炒糊炒焦 而且味道也会变苦 吃起来特别影响口感 炒出香味之后,就可以加入250毫升的清水 水烧开之后,煮上两分钟 把香料的香味给它煮出来 准备一个漏勺,我们来过滤一下料夹 只留下里面的汤汁 在煮好的料汁中,我们加入一勺白糖 两勺老陈醋或者是香醋 醋泡花生,要想好吃 加醋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关键 最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生抽 搅拌至白糖融化 这个时候,花生也已经泡好了 经过浸泡的花生去除了一些苦涩味 也已经吸收了部分的水分 现在就可以把空过水的花生倒进来 料汁的量要刚好没过花生 然后加入准备好的蒜片 红绿辣椒以及香菜 把它们搅拌均匀,就可以直接上桌开吃了 要想让花生更加的入味好吃 可以放在冰箱冷藏浸泡一碗 这样吃起来花生酸甜脆爽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开胃小菜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着做一下啦 我们下期见